我要打哭了你 你别说我欺负你 有本事你过来 来 试试 要试试 太好位置了 服服你 真能撂啊 我干嘛 我让着你 我放来 服服 你放开我 你放 你说的 我说 来看到的是一队 年轻 22岁的恋人 他们之间的冲突 我都不好形容了 给大家看一个VCR 我叫春金 22岁 我就回了回22岁 我认为什么事情 不一定要非得 用竞技的方法来解决 可是他非得招我的话 我也是当得用点武力 我承认有时候吵架 是我先打他 但是他反过来打我 而且下手可重了 根本不把我当女人看 我说话有点挺不中听的 把他说生气了 他就动手 非得打我几下 有时候打疼了 我心里就不痛快 我就想打他 我们已经打过很多架了 也超过很多架了 但是我真的无法忍受 这样的生活 不过我没想过跟他分开 就是再苦再累 再怎么打闹的话 我觉得我是认定他了 他这一辈子就应该跟着我 今天到底谁能推荣谁呢 来 掌声请出他们 来 掌声就请 男女人公纯金22岁 她的学历是本科 女主人公惠惠也是22岁 她来第四科 她的学历也是本科 来 有请有请两位 真是黑带啊 是的 黑带应该是你们那儿 最高段位叫黑带是吧 黑带分九段 只要你是黑段 就已经很厉害了 你是黑段里的几段啊 二段 这个二段的标准是什么 就一般像收拾我这样 没练过的就分分钟吧 二段其实也分竞技和 就是表演类的 如果说竞技类的话 虽然您是没有问题的 那您是竞技的 还是表演的呀 竞技的 好嘛 你是练拳击的 对 拳击的不是口袋的 她是按积分制 打的比赛越多 积的分越高 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我是经常打区域赛 你们俩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就真打吗 真打 但主要是想跟她分手 你知道吗 因为她每次下手可重了 我觉得我身体里边 到处都是伤 你想想哪天 我万一一米无果 不好意思说吗 不都是你先打我 我正当防卫 那我打你 你又能打我呀 刚开始觉得你挺好的 没想到你这么凶 你打我 还不让我还手 这有理吗 谁让你嘴太平呢 我嘴平吗 你那会儿不就看着我嘴好吗 你不觉得招人闲啊 我那会儿学相声 你怎么不说我嘴平啊 你现在不是没说相声了吗 他嘴怎么平啊 怎么平 我上次跟我同学一块吃饭 然后一个男生过来 给我打招呼 然后他一下过来 咔把饮料摔在我头上 然后扬长而去 这是手欠的 不是嘴平 他没说话 说我怎么怎么 就是眉了眼去的 跟男生一块 你不好意思吗 我点了一桌菜 让他在那等我 我给他买酸奶去 我回来他跟人家那玩了 你说我来气不来气 男同学给我打招呼 我怎么了 打招呼 谈你脑门 你笑得那么开心干嘛呀 你们俩是不是在家里 要是相吃不下的话 就会动手 对啊 你能把他在现场给他撂了吗 直接说不能就得了 没那么大本事 就别吹 谁说的 我要打哭你 你别说我欺负你 有本事你过来 是吧 你太好位置了 扶扶你 服服你 真的料啊 我告诉你 我让你 我放开 扶扶 我放开 我一会儿 你放 你说的 我说的 咱俩身在水谷 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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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开 扶不扶 不扶 扶 别咬人的 真急来 你退狠了吧你 那你干嘛咬我呀 我咬你怎么了 咬我疼 我就得扔你 我扶你了 你这边看着 那你让我扶我怎么想的 到这么多人的面子没有给我面子 那你怎么不给我面子 你按我的时候呢 咱们还是分手 你看他讲礼物 说好不及的吧 然后你弄完我以后 我都没大脸 你还使劲 没得弄我 不是就说 简单的比划一下 不动真的吗 太过分了这人 没法忍的 不是谁过分啊 咱回去啊 不是你是男人我跟你说 是男人就得让你打什么 那主持人也是男人 我打他一嘴 把他干嘛 我就问你主持人 如果你女朋友打你 你会还手吗 不还手 看着了没 我不信 老师让人学习 我可以说 哎呦 我这汉泉下来了 他给我吓的 没见过这阵势 我很少见 就情侣之间打架 打成这样 你怎么能吓得要手呢 他打我打得太重了 我心里受不了 刚才我看就是比划了一下嘛 不就比划了 那么多观众呢 我跟贵那是 让他摁那好像我在底下似的 那你说服了不就得了吗 那服了我面子哪去了 此用面子活受最容易说 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就分手 行 别吵了 刚才你倒在地上说 你父母也来了 对吧 是的 我问一问 来我们先把这个 惠惠的父亲请上来 来有请 你说 我打我的嘴上 您也看见 他非得给我摁呢 我也不想还手 你说弄完以后 你是男同志吗 你怎么会打女同志 我怎么放心 让我这个女儿跟你 您知道他们两个人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老动手吗 这次知道 因为我们太远 对了多好 我哪回让他哭过 什么事都是我扛的 就是说平时 但是你说暴力的时候呢 一旦不注意下手 给我中了怎么办 那你说我是不是 跟动物园老虎似的 我躺那儿好好睡觉 你没事打锅儿除我 你把我弄生气 我抓你一下 就我的错是吗 这个还在呢 你稍微注意一点 那个你家今天来人了吗 我父母都来了 父母都来了 我们把今天的父亲 请上来好不好 来有请 先生你好 你也没啊 没下刀 在这种 见面 不好意思 没想到在这种场合 您对儿子动手 这事怎么看呀 我不应该动手 刚才我在台下那边 也看见了 您跟他母亲动过手吗 没有 那看来 因为我妈好 她不招你 那我不好是吧 你非得那么急 你脾气那么大干嘛呀 你赶紧先给人道个歉 人家父亲还在这 想不想那个了 我知道错 但是你别老招我 你老招我的话 我也自己控制不住情绪 你今天老招我女儿的话 没办法的 我不放心我女儿的 坏坏的爸爸 你可能误会了 他也不是老招的女儿 他说老招的女儿 你女儿也不可能 今天站在这儿了 那家里当天 要不然 您两位先到台底下去沟通 交流交流 我们来帮助他们提高一下认识 行吗 可以吗 行 来 请休息 请休息 两位父亲请下去休息 下面去交流交流 看这儿怎么弄 你是会跟他一吵架就动手吗 逼急了就会 如果不是情急之下 我也不会动手的 你别回嘴 你真的不像个男人 我也没逼的 他真的不像男人 别说话 三分钟不许说话 你是每次跟他吵架都动手吗 不是每次吵架 只是吵极了 但我现在 你哪回都说不过 你哪回就都动手 三分钟 他是不是挺任性的 脾气的 小心眼儿 那你呢 自己总结一下 我有时候也火气的 那你学柔道 每回都小心 不过我是女人 三分钟 那你学材权道 就是为了治他吗 主要是为了自卫 那你觉得学完之后 对他有用吗 很有用啊 有什么用啊 哪回不是 三分钟到了 我看得了呢 你每次打架都吃亏 是吧 是的 那你干嘛还跟他动我 他不动我难受呀 你也难受 行 我问问他啊 三分钟之内 你也别说话行吗 在家里人家把你摔倒了 总不丢人吧 但我累一天了 我回家就想坐那 踏踏踏实 待会儿吃点饭睡觉 他这儿非得跟我聊 聊聊聊 我聊不高兴 他就动手打我 你说我能不难受吗 男女朋友之间 沟通一下 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烦什么呢 你下班那么累 你啥都不让干 让我坐那儿跟你聊 你跟我说一大堆废话 老人机器歪歪 说那没用的 说人家看着一双鞋什么的 说今天那谁跟那谁又好了 谁跟谁吵架了 你说关我们什么事啊 然后我就不想搭理他 不行 我一搭理他 说多了他 你告诉我 三分钟啊 你告诉我 你每次都还手吗 不是的 最开始我也没这样啊 然后他老打我 那开始打我 我就忍着 你说他手劲也不轻 打一下也疼着呢 我刚才可看了啊 人家只是问服不服 而且你特别不男人 你在地上说服了 起来之后趁人不备 就给人撂起来了 那不公平啊 我说服他也得说服 这多公平啊 那如果他现在离开 你公平吗 不公平 我提分手 你也跳楼 你也找死啊 他给你提过分手 提过 你跳过楼 那玩意儿就是太伤心了 初恋嘛 他直接跟我说分手 说我一大堆毛病 气得我想不开 心里难受我不想过 天 我真的需要这些老师们 好好教育教育你了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石老师这是学过相声的 我也说不过他 您教育教育他吧 您怎么看这事啊 我看出来了 这是一对欢喜冤家 两个人好像还没有长大 都是独生子女 可能也宠得很厉害 那么两个独生子女 走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们势必要有点争锋 是吧 而且二位练的 一个是跆拳道 一个是拳击 这也印证了中国那句老话 就是打是亲骂是爱 爱到记忆极致的用脚踹 这丫头爱极了 是拿脚踹的 但是要掌握分寸 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社会阅历的 不断的增长 我相信他们会很好的 我觉得这对欢喜冤家 还是很般配 幸亏他们只是学的武术 如果他们研究的是核反应堆 那不是得发生核战争吗 我们要做的是爱情保卫战 而不是争霸战 这武术的宗旨是什么 何为贵 谦让 绝对不是争强好勇 你们俩情商太低 夫妻之间 不要争谁强谁弱 而是要相濡以沫 我感觉我情商不敌 是他 我爱扣比你高 男人练武是做什么 强身健体是一方面 还要干什么 是保护对方不受伤害 我也真心想保护过他 我跟您说个事 那次我不知道他理解不理 情人节的时候 人家也送点花和项链 什么的 我那次我就想实用点 我就送把折叠刀 你还好意思提出来呢 没事 还能切水果 你还能保护自己 心里也踏实 你自己介绍了他 你的情商低到如此低迫 你要保护对方 你是要给对方一把刀吗 那我不在他身边 他只能靠自己保护 说得对 你们俩就是小孩 我送两位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控制 因为你们一个拳击 一个跆拳道 都是攻击性比较强的 这种竞技和运动 所以不妨你们练一练 太极 瑜伽 这种掌握平衡的 一种运动方式 第二个叫改变 因为纯色的控制也很难 什么叫改变呢 其实你们两个的打 就是一种对个人情绪 一种表达方式 表达方式好几种 比如说我生气了 我用拳头 脸部表情 表达一种生气 我也可以用说 我现在很生气 用语言表达出来 解释一下 什么叫情商高的表现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就是用个人的语言 把个人感觉表达出来 这就是情商高的 一个重要的表现 所以你们以后 可以尝试用语言 来把个人感觉表达出来 这样的话会避免 你们之间发生多多 我觉得我语言 怎么说的话也说不过它 它必定有功底的 所以你要提高 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语言方面 您想诗老师的爱人 多学一学 诗老师是著名的相声演员 如此能说 我们诗老师爱人 还能把它控制住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爱喝酒 在大庭广众之下 我爱人从来没有劝过我 说你别喝了 你少喝没有 他还给我留面子 回家就摔你 不是 他挨着我坐着 他用脚在踢我 在蹬 但是语言表情非常好 他还能喝一点 上面是语言 下面是肢体 所以后来 我给起了个日本名字 读下灯 所以我建议你们 多用语言 少用肢体接触 这样容易沟通 另外那个学相声 小伙子 学相声 要把它用到正地方 相声不等于犯贫 别把您学的那些东西 用到媳妇身上 可以活跃一些 那您帮我评价一个事 我以前说过一罐狗 被逗乐的 因为这事 他以为我侮辱他 他打我 您听了 当时我就跟闹玩 我就说 莫非一阁下 就是当年华山论剑 武功独步贴下 一只梨花鸭海棠的 少林寺智障大师 所说养的小 他们养的低能爱犬 旺财 他说过小强 他不乐 他就急了 他说是小强吗 小强小蟑螂多好玩 我这边动了 还蟑螂呢 你为什么不问 施老师那个问题呢 虽然是这么踹也疼吧 为什么施老师就不还手呢 问题他一边踢一边哄啊 我说话别打断啊 我脾气不好的啊 习武之容 乙武修心是上品 乙武健体是中品 乙武商人是下品 所以说你们两个习武之人 怎么会这么没有涵养 别人是打是青来骂是爱 你们是拳拳到肉 真实在 男生一直强调 我是个男人 请问你哪点像男人 嘴太平 手太欠 心眼太小 你说你有哪点像男人 你还一直在说 我要有面子 被自己心爱的女人摁在台上就那么没面子吗 把自己的女人打哭了你就那么有面子吗 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面子 从来都不是从女人身上给找回来 生活确实是一场战斗 但这场战斗存在于夫妻与生活之间 而不是存在于你我之间 如果你我之间非要分出个高下 一定是两败俊杀 控制与被控制就像一笔的两面子 你在伤害他的同时 你也在受伤害 只能够用武力去解心头之恨的人 往往是文学修养不够的 应该多看看书 我感觉我都看出了 你看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不犯人 你这话应该是两句交战的吧 这不是夫妻之间该说的吗 你再说了就咬你以后又怎么样 我疼啊 你疼 你如果不反手 他还会再咬下去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胖 你看你这 你就死在你这张该死的嘴上面 我觉得你不应该咬他胳膊 你应该咬他嘴 他对你好的时候 你就轻轻地我不解释 他对你不好的时候 你就狠狠地不放 这个人是真的假的 现场就咬一个呗 来吧 行 等等 然后过来过来咬你 你自己找打 你不是说他打你戏不 站那去 我就看看他明不明白 什么叫咬你 真的好 我都注意分测啊 我还不屁啊 测一下 插播一下 这样你们两个人面对面站着 一只手掌心相对 来 请纯金用力推一下 用力推 好 停 这样 请纯金 跟你女朋友握个手 发现了什么 当你用力推对方的时候 我并没有给你的女朋友下指令 但是你的女朋友不知不觉怎么样 会反看给你 但是你用握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也会怎么样 跟你去握手 所以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当我满口的牙齿脱落的时候 柔软的舌头还在 两位请回 好了啊 自己思考一下 然后你们进入表白时间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谢谢 谢谢 贝贝 其实我刚才想了想老师们说的话 确实也对啊 但是我真心对你好 我没说想伤害过你 哪次不是因为你弄急了 我有点伤心吗 然后他也会反抗 说真的我打完你我心情也不好 我也难受 我会适量改的 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 给我点机会啊 我希望我们以后 就不要老打架好吗 咱们平平淡淡的 别这么大慌大雨的 万一哪天伤筋动骨了 你这样才二十多岁 你还活到八九十岁呢 一百多岁呢 那金骨如果说舌了的话 那怎么办呢 所以希望以后 你不招我我就不招你 时间到 两位回去吧 想一想应该怎么办啊 去吧 今天真应该给他穿裙装 应该不让他穿这个 来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把这对年轻人的父母请上来 来 台底下聊得怎么样啊 可以吧 他们家儿子要是再不跟你们家闺女动手 能把闺女许配给人家吗 看他们年轻人自己的意思啊 您儿子特别离不开人家闺女看出来了吗 看出来了 我意思就明白 你一直就明白啊 那你不帮一下儿子吗 是大妈的要说话了 我其实一直也挺喜欢惠惠的 那刚才惠惠在台上被你儿子打你 你心里什么想法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的 回家收拾一下你儿子行吗 那看见的 肯定的 有这个话放心吗 放心的 您那么柔软的性格 你女儿的性格怎么那么刚烈呢 她是我调教出来的 她是您调教出来的 对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吧 是的 来 现场的观众 如果这对年轻人再往前走 你们有信心吗 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如果有信心的话 请按赞成 如果没有请按反对 来 请选择 现场有71.43%的观众朋友 选择了赞成他们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5 4 3 2 1 请 请开门 还要面子的 还不快跑 运动员 您好 请尊重对手 向对手一鞠躬 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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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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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3 5 5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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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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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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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8 8 8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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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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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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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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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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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退休 另外一位呢 是他前夫的妹妹 就是小姑子 你来干嘛呀 有什么好说的呀 你把我二哥 现在开成这样 这么大岁数了 有几个十年呀 别分分合合的 肯定我坚决反对 我不希望你这个不和 我跟你二哥这么多年 我对你挺好的 你干嘛这样啊 我二哥对你们家 从你妹妹上学 你妹妹的孩子 在你们家上学 你把他们招来了 你上班走了 一天一天我二哥 伺候吃饭洗衣服 他是男人 你干嘛去了 我跟你二哥认识的时候 我跟你二哥提前说好 他对你这样 你对他有什么回报 我先打断一下好不好 万姐是想跟前夫复婚 对不对 我可以告诉您的一个信息 是说 您的前夫我们帮您请来了 但是他说他想看看 你在整个这个现场 对你们过去发生的 那些事情的态度 再决定他是不是需要 上场来跟你沟通 这个刚才您说过了 他把二哥给害惨了 是吧 我二哥呢 上有哥哥下的妹妹 什么都不用他干 在我们家就跟大爷似的 就因为跟他接了婚 那个全心全意的 都铺在他们家身上 您的应该的呀 是应该的 问题是 他的标准不一样 他就特别自私 我跟您说啊 从小我三岁 我二哥八岁 没有了父亲 我妈妈带着我们 真是孤儿寡母的 真是需要业 你需要照顾你的父母 为什么你不照顾我们家呢 我跟你说 你照顾我们家怎么样呢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等于您嫁给您前夫的时候 您就跟前夫说好了 你要娶我就得照顾我这个家 是吧 是这意思吧 对 这是前二嫂对不对 对 那你哥过去之后 等于把那一家的重担 全挑起来了 对吗 对 我二哥什么都不会 到他家以后 选学的那个做饭炒菜 他的那个妹妹 是结婚定亲 然后去就是生子 全都是一码那个包办 他的两个妹妹 他的两个妹妹装修 我二哥从那个人嘛 那个请募工 到那个装修 再到丁现场 他两个妹妹都不去 等我们我那个装修 和我哥哥装修 请娃哥设计点 娃哥还是背着他去的 他知道了 去了现场 把图纸给撕了 把砖给砸了 是你干的不 那我觉得你们家条件好 让你哥哥帮助 我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但是可以得有一度 你对你们家好 拿成你们家 十分之一的对我们家 我们就认可了 行 宁破十座妙 不破一座婚 我跟你哥哥有感情 你为什么从中老这样 原来我不是这样对您 就因为你一而再三而三的 我问您一句行吗 刚才您这小姑子 说的那些事 真的都发生了吗 其实是这样啊 我跟我老公呢 八三年我们认识的 当时我那会儿 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家里边我是长女 我家边有四个妹妹 家里边一切责任 都又来我担当 在过去的时候 也不是现在这样挑战 你妹妹是妹妹 我就不是妹妹了 我比我小妹妹大十四岁 我跟她结婚以后 我们有个出发 不是在他们家待三年 然后呢我哥哥就说 又上班又得管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也很感激 就这么多年 是你二哥帮助我 照顾我们这个家 说心里话 我是从心里的真是感激 确实有些地方 对不住你二哥 但是我们两个 从那个感激进去上 我跟他还是有感情的 你们以前分了对吧 又复合了 然后等于现在又离婚了 对不对 上次离婚是因为什么呀 反正我就是一直脾气 不是特别好 完了就是在外边忙工作 忙什么的 从对她的忽视也比较多 她就是自私 她就是自私 就是自私全的 把她的心理全都 护在他们家上 没有别人 我呢 确实是 就是照顾我们家太多了 完了呢 我对我婆婆家呢 确实是 从来没考虑过 因为他们本身 条件也比我们家好 我呢 什么叫条件好 我就觉得 我在我们家是长女 我是老大 所以我担当我们家里边 我是应该的 我对我复合 你应该对你家 你不应该对我们家吗 我今天请你来 世上你来帮助来收拾 你瞧着 你们瞧着 你现在你 你现在的态度就是这样 你还想复合 你知道这也没有 我问一下 您跟您前夫的情感关系好吗 从我心里头 我就感觉 我从来没跟他离过婚 而且呢 离婚是谁提的呢 就是火晒 火来了 是谁来了火提的呢 第一次的时候 好像我们就是打架了 抄着抄着抄着 完了我一生气 我把精神这儿给撕了 您知道吗 他的脾气 我二哥真是真实 就是他们家的奴隶 是不是现在没人照顾你了 你还把我二哥叫来 就是叫我来死 不是挺离婚 这样吧 要不然您休息 行 我看您在这儿 好像这事越脚还越乱乎了 不是 我不是说脚 实际上 我就觉得 就是说现在他们这么大岁数 就是各顾各的就得了 他愿照顾他们家 就让他们照顾他们家吧 就别让他再烦玩哥了 是吧 行 谢谢您 知道了 谢谢您 请回 第二次离婚是谁提的 第二次也是 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对不起他 刚才我小姑子说了一些事情 也不怪他这么生气 因为他们这一家人吧 比较宽容我 包容我 只是说我呢 就是比较自私 确实是比较自私 你说我是长女 就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行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就是来跟他表述一下 我对他的真情 那你就对着镜头表述 别阐述 别产生误鬼 行 那你就对着镜头表述吧 您要表述的好 他觉得他愿意上来 他会上来 他要觉得不好 您的话结束了 那也没办法 来 自从我们两个相识以后 你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幸福 在没这段时间 离开你的日子里边 使我更加的想你 我跟你认识的时候 我就跟你提出来了 我们家我是长女 我下面有四个妹妹 需要我照顾 我跟你结完婚以后 当我们分到房子以后 我第一想到的是我的小妹妹 还在山区读书 因为她要把户户迁到我们家以后 可以到区重点中学 她没有反对 就直接迁到我们家来了 三年 她对待我的小妹妹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去照顾 去呵护 完了下边的 我们的二妹妹 我也知道你很委屈 那个教育孩子 我就把我二妹妹的孩子 也迁到了我们家 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把孩子带来以后 我去上班 把孩子就认为了她 你给我付出的太多了 我现在就感觉到 我是在对不起她 那您是来给她道歉的 还是希望你们 再继续在一起生活的 我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 08年我们离了婚以后 时间不是特别长 我们就在那个 世纪家园的网站上 我们两个就都读册了 完了我们聊聊聊聊的 就觉得很亲切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彼此对方是谁 大家就看到这个了 就是我们俩见到面以后 就是真是拥抱得痛哭了 就觉得我们怎么这么缘缘分 这么大的网络平台 我们两个怎么能有相遇呢 结果在这个 世纪家园举办 第五次这个集体婚礼 我们两个就毅然决然地 就是参加了他们这个 可是您这没几年 不就毅然决然地又离了吗 您回答我这是为什么呀 其实老公我离开你 我跟着真的没觉得离开 在我心目当中 你依然是我的老婆 其实我们当打过闹过 我相信你也会想我的 我有这个坚信 你在哪儿你上来吧 李先生你看到前期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见和态度 您要想跟他沟通 就请您上来 您要不想沟通 我们稍微等您一下 咱们节目就扎在这儿 我们都等他吧 其实我 我给主持人解释一下 他就说纳英那句话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是吧 他就是什么呀 他不经意 08年 那次是因为什么离婚呢 他是脾气不好 还动手 一动手呢 就是特别狠 还有点小心眼 那时候的主要就是说 他怀疑我 说有一个第三者 后来也因为这个打起来了 打起来你看 现在我的手指都是残的 你看看 这弯子 你看 你看这 这怎么弄的呀 咬的 都咬残了 现在也不值 太狠了 那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打心眼里 我是不愿意来 我家里人也劝我 说你别再跟他过了 再跟他过 就是没什么好下场 孩子说 爸爸你这事 您就看着办 我今天来呢 我主要就是说 劝劝他呢 以后呢 就说 没有我的日子 我跟你讲啊 你这么这么多年 你 没有我日子 就我说的事 我除了脾气不好 我剩下来点对不起你 咱们家从无到有 各方面 哪我没做到 那让主持人说 你一个三分钟 我说你就别说好不好 你要再说 我就下去 这可以吧 行 我今天主要 我就是劝劝你啊 就说没我的日子里呢 你要好好珍惜你自己 他呢是什么呀 老是忘记吃药 有时候有病的 还不爱检查 我这都是说 作为咱们就说 离婚以后的朋友吧 我再嘱咐你 您不是挺关心他的吗 我相当关心 那您跟他付了 不就完了吗 人家也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了 不是 因为我跟他啊 他有给他们家付出的 我确实太累了 我也该歇歇了 嗯 其实呢 这么多年 我也确实觉得 感觉确实对不起你 现在呢 一离开你了 我再深深地 就反思了一下 你对我付出的太多了 实际上呢 然后经营爱情 经营婚姻吧 我就不懂 我就认为 我跟你是禁婚了 我跟你就是一家人 您看他呀 我跟你就是 那个一家子了 你就应该听我的 你 我你就是 我们就是一起的 我就没有想过 不懂得爱情 但是我离开他以后呢 我也感觉到 我一生当中 能遇到这么一个 好的好丈夫啊 我觉得我失去他 就像我丢了宝贝一样的 嗯 那我就请这些专家老师啊 包括施老师 让他们帮帮你们 看看这个事儿是怎么走 是有没有合的可能性啊 一起进入丘比特奋卷 大哥和大姐是通过我们平台 再次走到一起的 但是真正能做到 跨越世纪的家园 有这么容易吗 相爱容易相守难 我听起来呢 你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其实性格 大姐是比较急 大哥是比较慢 哎 这正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匹配度 还不错哦 有很多的这个情侣夫妻 就是这种组合 走完的幸福的一生的 第二点 感情账 您太糊涂了 老公说了一句太对的话了 他累了 家庭是什么呢 家庭是一个能源补给站 老公累了 就得有能源给他补上 您这点没做到 一味的汲取 不光你汲取 你的背后还有四个人在汲取 他能不累吗 现在的关键是 如何让他能休息过来 他现在真真正正是想自己一人去休息吗 我觉得 大哥是想和你一起 把外界的那些因素都排除掉 最后给你一个建议 老公是你最亲的人 把这个旅顺了 把事情想清楚了 我觉得你们的问题 主要矛盾就解决了 我觉得大姐 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 就是 我是老大 我要照顾我的妹妹 你把注意力 很狭窄的 看到这几个范围之内的话 对外界就视而不见 对老公 以老公的家庭 你没有任何感受 所以此时呢 你更多的是一种需要 是一种失去的一种痛苦 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你来表达说 你需要 齐血 让你的老公重新回头转意的话 比较难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要用感情一点一滴的 去感动他 而且最重要的是 要实际行动 要让对方看到 你是真心的 放掉了那个错误的价值观 兴趣还可能有机会 我们时常说 如果你爱他 你就要爱他的一切 老李是真正的做到 爱他的父母 爱他的兄弟姐妹 三十多年 从一个青壮的小伙子 到中年 再到老年 把所有的青春都奉献 给了女人的家人 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无情的利用 冷漠的伤害 照顾岳父岳母 养育你的兄弟姐妹 养完了你的兄弟姐妹 还要养你兄弟姐妹的妹妹 换来的是什么 把我冷漠的置之在 冷冰冰的手术台上 活脱脱的一夹子的 吃人不吐骨头的扮演了 照顾自己的家人没有错 不要动不动把它当成 合同的条款 我跟你说好了 你来就要照顾我的家人了 是不是 你的家人是家人 别的家人也是家人 你就是一个长工 在你们家干了这么些年 也有退休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长工助理院 老板都要买点东西 去看看他 你们做了什么 所以说啊 大姐啊 我有两句话说你 你可能会内心不舒服 但确确实实是 你的真实写着 你自私冷漠 枉为妻 知恩不报 枉为人 老李 不要太心软了 虽然说人生 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也要看 哪些妥协是值得的 哪些坚持是值得 人生的大好时光 都喂给了狼心狗肺 剩下的日子好好珍惜 大姐确实有些地方 做的是过分的 但是我想如果 没有他们俩之间的 那种情感 真的情感存在 和大姐一定的情感付出的话 这个婚姻也不可能 就是一个单方面的 持续了三十多年 大哥我特别想知道 在你们过去的 这个婚姻当中 大姐有没有给过你温暖 让你感觉到 舒服的时候 要说 她的也有优点 她优点在哪啊 就是这个坚固奋斗 持家 我们俩就从认识到现在 就我们俩就没有单独 上过饭店 吃过一次饭 我听出来了 我们这个老弟啊 他这婚姻维系了三十年 他心甘情愿地为对方去付出 去做出贡献 他受了好多的委屈 他不单单爱他 他就是爱乌鸡乌 包括他的妹妹 包括他对方的父母 包括他所有的一切 包括妹妹的孩子们 是吧 爱到极致了 但是换来了今天这个结果 我有点同情我们这位老弟 我倒觉得应该冷却一段时间 都调整一下 我劝这位大姐要反省一下自己 总结一下自己的前半生 给对方一个空间 让人家休息休息 我相信还有机会 只要你做得好 这个上您自己决定 是要和还是分 还是说给他留一些时间 这都您自己去决定 您可以进那个门里了 大姐姐自己想一想吧 想一想 今天我们做一个变化 过去我们有一个环节 叫黄金六十秒 今天就不让大哥做表达了 因为你让他表达 很难表达出内容来 这一分钟时间专门留给您 大家说了那么多 你有什么话想对前夫说 你就真心地说给他听 好不好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三十年了 你对我的感情我不会忘 你对一点一滴 你对我付出太多了 我自从认识你以后 是你支撑着我 是你帮助我来照顾我们这个家 你的无私 你的奉献 我都记在心上 通过这件事情 我自己有一个深深的反思 做一个人一定要有良心 不能过河拆桥 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最后让我们给伤害了 我真的对不起他 他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但是呢你相信我 从我从你感情上 我对你真的没有变过 我只是说我的性格决定的 但是呢我从今后呢 我会能力尽量地改变我自己 请相信我 你也请哭吧 来请观摩 语言总是能够活灵活现地 把一个人的性格全面地展示出来 老实芭蕉的人 善良的人 他出来即使讲恨的人都恨不起来 性格强的人 你们会发现在这个段落当中 即使是这样的表白 他都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 说后半辈子 前半辈子 你为我付出了后半辈子 我一定都还给你 我要补偿你 都没有 所以他们是应该复婚 还是应该就此 各自开始 自己的生活呢 来各位 请选择 现场有94.83%的观众朋友 觉得他们应该分开 应了那句老话 公道自在人心 来我们一起数五个数 看看这个大哥自己的选择 是什么样的 来 5 4 3 2 1 2 1 请开门 再给第一次机会 老李啊 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命啊 就是 我还是为他们压抑 你不需要这么急地做决定 您可以离开啊 现实生活 你看他的改变 你再决定啊 老师说得好 确实我们俩有感情技术 我们俩这个相恋的 我们俩相恋就是有这个一见尊情的 这个意见 他就是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这样吧 来 但是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跟着他以后吧 还会受罪 小朋友 把礼物送上来 这是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订婚的套盒 这给您 您拿着 这是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订婚的钻戒 鉴于你们这种比较复杂的这个关系 你看啊 这个离婚复婚 现在又要这个 又想复婚吧 就这么一个事 它跟其他的不一样 那我觉得在一个节目很短暂的这个时间里呢 呃 做的这个决定啊 呃 也有待观察 比如说您 就是大姐也需要看看呀 您得给大姐一段 这个表现的机会啊 还需要跟家里人 也也合计合计啊 所以我想这样 我问问观众哈 我们就祝他们能够磨合的好 呃 就可以了 还是说我们要在这给他们也举行一个订婚仪式呢 哇 哇 我们这样对您确实不公平 但是您那三十多年对大哥太不公平了 请珍惜吧 请回 我现在特别想把自己的舌头咬掉 哎 算了吧 既然这么好一个人 大家都这么喜欢他 那只要他幸福 我们就祝他幸福吧 接下来是杰利亚爱情保鲜记的时间 每一位嘉宾都要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奉献上一条爱情保鲜的妙记 施老师和宋老师一定要奉献 你们三十多年还关系这么好 你们这个爱情保鲜的秘密是什么呢 我们爱情保鲜其实就四句话 就是多吃菜少喝酒 听媳妇话跟党走 太精彩了 宋老师 爱情保鲜的就是包容吧 都听您的话您当然只能是包容 徐老师 健康的婚姻 是两个人一同在种一棵幸福之树 一起努力 一起灌溉 精心呵护 这样才能硕果累累 失去的才知心痛 请珍惜 好的感情不会清理得到 请用心 钱债一环 情债难长 将心比心 以心换心 千万不要辜负自己所爱的人 好 就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要感谢我们的专家老师 感谢施老师夫妇的到来 感谢现场观众 今天这么热情的来表达你们的态度 其实在今天这个现场的最后一对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的这个心情可能现在才稍微有了一些平复 没有关系 我们学会感激生活吧 生活会教会我们很多 我相信大哥这样的选择有他自己的道理 还是祝他们幸福 要感谢杰利亚 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 感谢凯伦凯伦